哈喽大家好 为什么饭店的紫菜蛋花汤那么好喝呢 我们在家却做不出来呢 其实方法超级的简单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些紫菜 我们把紫菜放到盆子中 给它清洗一下 去除一下紫菜大海的味道 洗干净的紫菜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到盆子中 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个去皮的番茄 咱们把番茄先给它切成片 再把番茄呢切成长条 最后把番茄给它切成丁 切好了番茄丁 放到刚才的碗中 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小葱呢 切成葱花 切好葱花 放到刚才的碗中 暂时的备用 然后碗中再加入一勺的虾米 一小勺的食盐 一勺蚝油 一勺的生抽酱油 再来点香油 全部加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 里面倒入鸡蛋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面加入清水 开火 把水我们给它烧开 烧开以后我们勾上一个薄芡 然后把火关到最小 倒入我们的蛋液 然后再用勺子慢慢的给它推动一下 这样呢 满满一锅都是鸡蛋 最后我们把它倒入到碗中 这样我们好喝又美味的紫菜蛋黄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紫菜蛋黄汤呢 味道超级的鲜美 做法也非常简单 和饭店的一样好喝 今天紫菜蛋黄汤的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 就收藏起来 有谁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